娶我闺女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在一个月之内凑齐60万的彩礼 你们立即结婚 小伙面对对面气势汹汹要60万的丈母娘 很气劲神弦的说 行这60万我可以给你 我要再加20万 对面丈母娘一听乐了 说什么我要60万 你还要给我加20万加到80万 行那这小伙接着说 说给你80万彩礼可以 但是在结婚之前 我要和您闺女去做一体检 是吧 做完体检 这80万立马到账 立马结婚 对面丈母娘就慌了 说你做什么体检呢 是吧 在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我和你叔叔结婚的那个年代 是吧 没做婚检 不一样健健康康的 剩下了大闺女和大儿子吗 是吧 所以说不要去做婚检 白花那个钱干嘛 小伙说 不好意思 婚检是免费的 我今天在网上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例子啊 就是很想说一下 就现在为什么说 聪明一点年轻人啊 尤其作为兄弟们来讲的话 结婚之前一定要去做婚检 一定一定要去做婚检 婚检啊 首先来讲 它并没有那么神啊 就包括之前网上传的 那个看GPA的数字说 G是怀孕的次数 P是分娩的次数 A呢 是流产的次数 这个的询问 我在网上认认真真地搜了一下 我才发现 这个全是通过医生口头去询问你 女方问出来的 但是你像现在的这个婚检项目的话 你看 第一 法定的传染病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啊 包括像艾滋病啊 磷病啊 没毒啊 乙肝啊 就是这些啊 完全有可能传染性 就是比如说 可能传染给你 也可能传染给下一代的这些疾病 然后第二个 就是像一些精神类的疾病 你想啊 就是精神类的疾病 它是可以遗传的 这个是绝对是大概率可以遗传的 而且这个好像是 不分险性基因还是隐性基因 然后第三种的话 就是和生殖相关的一些东西了 就是包括说白了 男的能不能生孩子 女的能不能生孩子 这些检查的话 其实就是为你们以后是吧 生孩子管用的 然后第四个的话 就是一堆一堆的这个先天性疾病 也是包括这个是否传染给下一代的这种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一些常规项目 为什么一定要做婚检 你去看一个具体数字就知道了 就是在一几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强制婚检 那时候就是你想结婚 必须婚检 这是必须的 然后在我还忘了是一几年了 就是把这个强制婚检取消之后 你知道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吗 就是第二年就是新规下来第二年 就是不用强制婚检了 畸形率直接乘以了二 知道啥意思吧 知道这个婚检能检查出什么来了吧 别的我不知道啊 那个我老家的时候 就是我还真知道有这么一例 就是什么呀 他们两个人应该是没有婚检的 现在的话应该两口子在三四十岁的那种了 两口子没婚检 然后生出来一个就是血液上有一些疾病的东西 有一种这样的疾病 还是儿子 然后当时的话就是怎么治 就是这个病的话 不能痊愈但是也不至于致命 所以说后来两口子就想呢 就是遗传下一代嘛 你基因怎么着也得想健康的遗传下去 是吧 但是两口子这时候也长个心眼啊 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 医生告诉他 不管你们怎么成 只要是你俩生孩子都会有这个疾病 这个我感觉就应该是和那个中学的时候 学的那个遗传学是吧 隐形基因险形基因那个你就是你俩相逢必有一伤的这种感觉 婚检这个东西啊 对于你就包括你像说到的这个心病啊 没毒啊 是吧 这些东西是保护你的啊 然后别的的话是保护保护你们后一代的 像之前说的这个例子的话 为什么说要这么高的彩礼 然后还要一个月之内结婚说白了 要么您就是喜当爹啊 是吧 要么就是还有其他的毛病 像这个小故事里面啊 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呀 女方原来有一个儿子 嗯 被姥姥姥爷养着呢 然后找着找起妈慌的把闺女赶紧嫁出去 就是把这事给压下来啊 所以说当你啊遇到一个首先来讲不愿意跟你婚检的对象结婚对象的时候第一这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当你遇到一个就是见了面就是比如说相亲认识的很着急就跟你结婚的先别结啊 你对于这样的有几个方式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百分之百要婚检记得不管男性女性都要去婚检啊 这个不是说光对男性有好处的互检的话女性也可以保护自己啊万一男的身上有什么疾病传染给你有些疾病你要知道他是治不好的 所以说必须要婚检二一个就是碰上这种情况你第一个婚检然后还有这个呃上次我说的像那种查呃护查开房记录 然后呃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护查什么护查医疗记录这是最狠的一个因为什么呀你就假设之前比如说你这个留过产的话或者说生育过的话你怎么让你也不能说是在家里边去做这些东西吧 你肯定有常规的检查吧像这些东西都是在你医疗记录里边的当然了像这些东西很多是不那么容易查的但是你想想啊既然你已经结婚了如果说为了保证你未来啊你自己的健康以及你孩子健康的话婚检还有这些检如果能做的就必须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亲自鉴定你怎么看呢欢迎在下边留言评论点关注呗